都说大学是一把整容刀,很多人从土土的进入大学,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学会化妆,穿衣等等了,很多女明星颜值也都非常的高,但是有的一直都被质疑整容等等。 那么,你看上学时候的他们就知道那个时候的颜值是什么样的了,看看他们上学时期和现在的颜值差距的抵达不大呢。 一羊蜜,羊蜜一直受到整容的风波,大蜜蜜颜值本身就挺高的,在上中学的羊蜜是这样的,那个时候没有化妆等等的,但是看着就觉得是非常的美了,和现在的差别其实并不大,但是大蜜蜜包括几颗牙齿,所以骨骼小了一点也是情有可原的。 二唐颜,唐颜中学的时候是这样的,这样的发型相信很多女生都留过啊,那个时候唐颜的颜值就已经是开刀笑话了,就一定是学校的笑话了。 和现在的颜值完全没有多少的变化,看来女神真是从小美到大啊。 在安基拉贝比,安基拉贝比是受到质疑最多的,其实看小时候的照片就能看出来,根本没有多少变化。 一直黑她的那几张照片,其实是一组图片,其他还是很正常的。 如果真的很丑,那么你是摄影师你为什么要拍丑的? 还是模特,在安基拉贝比的中学同学晒出安基拉贝比读书的照片是这样的,看着和现在其实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。 四正爽,正爽在16岁就考上了大学,学报一样的人物,看亲子都说正爽在学校超级的美,看当时正爽没一起出去拍的照。 今天也在理念,正爽的发型很多年底感了,那个时候的大前田才是真的好看啊。 正爽的颜值也不差,武赵丽颖,赵丽颖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,赵丽颖整个人非常的励志,经历过喝水都被黑的年底,家在农村,学历不高,所以出道就一直被吐槽,但是用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还是可以的。 赵丽颖也曾被质疑整容过,看赵丽颖读书的时候是这样的,完全和现在没有多少差别,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的婴儿贼,但是还是很美的。 看完了上学时候的女星门,早天颜值看党小花,难怪赵丽颖说,自己没有变化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